狗不教,姓乃千,教之道,贵以尊 狗是若果的意思,假設或若果,不教,不教育,或教育 小時候開始有一個教育,以前的教育是家庭父母到處都有關閣的 又不是跟現在一樣,丟掉了給學校 有什麼事,就去下部署問為什麼,他不問自己為什麼 當你不教的時候,你的心性千是會變動 好了,把小朋友的心性不要變動,或者有一個統一性的出現的時候 教之道,所以教育那個道理,是什麼方法? 貴以尊,貴是可貴,可貴在於 所以,這個尊除了尊一之外,是有一貫的意思 即是教育小朋友,如果你不教,他的性情就會不同 但教育那個道路是需要尊一而貫注,尊注地去做